被譽為最美自行車道的南投 日月潭環潭車道 今天又增加六百公尺的程度 串聯起一達小道日月潭 纜車站 日晚處表示 這段花了八千萬的串聯工程 預計可以帶來更大的旅遊效應 學者建議交通配套可以再加強 這段新的自行車道 架設在日月潭的水面上 湖水襯著山光水色 景色遺人又夢幻 民眾搶先來體驗試騎 只是說日月潭的自行車道質感又升級了 湖面飄過來的那個涼風 尤其是現在感覺上非常的舒服 這條水上自行車道的路程 讓整個日月潭的自行車道 又增加了六百公尺 還沒有設置前 從日月潭一達少商圈到攬車站 必須藉著步道通行 但是落差大 自行車沒有辦法騎這裡 必須走環潭公路 但又得和其他的車輛征道 因此日館處耗測了八千萬 開始增設這段自行車道 日館處表示 新建過程得克服不少困難 花了兩年時間總算完成 接下來將迎接二十四號的萬人涌舵 以及中秋和國慶連假 預計帶來更多人潮 而學者表示 對於當地的旅遊效應有明顯提升 但交通接駁還是要加強 學者表示 新車道建制完成後 預計將帶動一波單車熱潮 但相關的公共運輸 以及遊客來到這裡的停車問題 還是要有完整的配套 才能夠避免交通打結 而影響觀光品質 記者林建生王龍濤 南投報導